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格仔 上天路 郭靖彤 大眼 我們就要講平安夜 黑暴吹雞 竟然沒有人到 我們只要講這件事 之後的就是 律政司就著黎智英的保釋條件 去到終審法院緊急上訴 失行不放過黎智英 我們之後就講這件事 再之後的就是我們聽一聽 一名在去年搞事 被判入獄的黑暴青年 在獄中的心聲 藉此警示一下現在的年輕人 究竟他們是為了什麼 而繼續搞他們所謂的抗爭 我們稍後看看 最後的就是 美國 日本 韓國 澳洲 這幾個國家 由於 在太平洋的地區 頻頻進行軍事活動 就玩到Party太串 他們引爆了一個巨人 正式 聯同中國 去抗衡他們 這個沉睡的巨人就是俄羅斯 近日中俄兩國 就舉行了一次 非常之大型的 空中巡邏 直踩日本和韓國的深口 我們稍後看看 在節目開始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第一件事 我們就要講一下 平安夜本身 在網上就有人發起 一個命名為 12月24日平安夜和你報街音的活動 大家一聽就知道 這是一個黃人的活動 如果有看我們之前的片段 亦都曾經預告過 那些黃人 計劃在平安夜當日 空群出動 實行在多區裏面 進行一個 游擊式的 聚集活動 又去搞事 首先 我們就要講一下 本身 打算搞什麼 本身這個活動就說到 由於十二門徒 還在鹽田看守所 進行一個冷冰冰的監禁 就說到十二門徒很慘 所以黃人們 就要上街聲援他們 就要去到這個街頭 就延點這個蠟燭 當然 要延點十二支蠟燭 就扮了報街音 就混入人群 他們 已經設計了幾個地點 被人聚集 分別在尖沙咀碼頭 的五支旗桿下 還有 沙田的百步梯 元朗的西鐵站 觀塘海濱公園 還有 維園的籃球場 既然 大家都知道我們曾經拍片 預告過這些事情 警方那邊 就一定知道 警方早在下午 已經派著重兵駐守這些地方 慎防有些黃人聚集 搞事 而在埃曼的時份 警方就分別拉了兩名十二和十三歲的少年 發現他們刑跡可疑 然後在他們身上 搜出一些氣窗 之後想著 聚集的黃人就陸續有來 誰知 他們沒有出現 在再稍後的時間 只是在尖沙咀 五星旗桿的底下 就發現了 那個好出名的黃婆婆 即是 經常拿著英國旗做小丑戲 那究竟黃絲黑暴去了哪裡呢 直到我們拍片的這一刻 已經是凌晨時分 但是 也沒有進一步的消息 所以我們很肯定 所有的黃絲黑暴 竟然在平安夜全部消失 沒有響應到 他們所謂的 網上行動 由於之前在黃人討論居 和TG Group 這次的 和你報街音 回響都比較大 所以到最後 發現沒有人出來 這個結果 令人驚嘆 我相信 因為 近來有很多 那些黃毒分子 走的走 被人抓的被人抓 坐牢的坐牢 因此 被那些黃毒分子看到 如果再搞下去的話 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加上 國安法已經落實了一段時間 其實你看到他們的熱潮 已經開始減退 反而 好像我們昨天那條片說的 在英國那邊的聲勢 比香港更大 起碼有幾百人聚集 順帶一提 還有一個黃毒的區議員 他叫林兆斌 本身 他打算用公帑 想在尖東海旁 做一個 香港加油的燈飾 大家都知道 香港加油這個字眼 很正面 可惜 被那些黃毒分子利用了 去做他們的文宣 因此 這個建議 亦被民政署 否決了 從這些事件 我們可以看到 基本上 所謂的勇武 已經成為了一個過去式 絕對 不會發生像去年那樣 有大批的黃毒分子聚集搞事 大家還記得的就是 去年的今天 平安夜一點都不平安 大量的黃毒分子 就透過 說慶祝這個平安夜的方式 就走出來 在街頭搞事 一年過去 其實這一年真是非常漫長 幸好多得我們的國安法成立了之後 才換來 今天這樣的局面 但是黃人們 就一定不會那麼快罷休 現在他們所謂的抗爭方式 就好像那個黃毒區議員一樣 就是 在一些細眉細眼的地方 去做一些 俗稱為玩野式的抗爭行動 就例如 在那些黃人 他們自己在那份工作 他們的職業 他們接觸到的範疇 等等的各大小處 發揮他們自己本身的影響力 去玩野 例如一些專業團體 一些體育會 一些社團 凌凌種種各種各樣的 不同名義的活動 他們都會在這些 小處那裏 成立他們的黃人組織 然後 就排擠一些正常人 不要以為 只是一些出名黃的機構 才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其實據我們所知 這種情況 已經出現了在各大社會之處 就算 你以為沒有黃人的地方 都一樣有這些人搞事 簡單來說 例如 大家可能以為一些中資背景的公司 肯定沒有這些黃人 但其實 它的數量 是遠遠超乎大家想像的 他們搞這種形式的抗爭 是會影響到我們 生活上的 每一個細節 雖則 就不會說 走出來 搞一些大型的破壞活動 但是他就要透過你生活上每一件事 去踢你 或者甚至乎一個恐嚇 要你們 一些正常人 聽他們說 認同他們的意見 如果不是的話 你們就會有麻煩 這個影響 可以說是全方位 無論醫食住行 你所想到的所有東西 他們都會幫你製造一個 他們經常口中說的白色恐怖 接下來新的一年就到了 我們的戰線也正式轉移 接下來我呼籲所有正常的人 一定要 發揮自己的力量 去監察這些 處於社會上各大小處的黃人 他們究竟做了什麼過份的行為 怎樣去影響人 大家一定要 做一個監察的作用 然後積極地 將這些事 說出來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告訴我們新潮民 大家都可以In box 鎖地 我們先講講下一件事 講完黃人界的情況 我們就講黃人界的頭頭 肥佬黎的情況 話說剛剛23號 就因為 肥佬黎可以保釋這件事 嚇到整個香港彈起了 今天24號 律政司馬不停提 馬上辦理好這個上訴文件 就交了上去 向終審法院 緊急提出上訴 要他們緊急處理 就是說 覺得黎智英是不應該可以被保釋 不應該可以到處走 但是 要上訴這件事 都有個過程 他們希望 就算在這個過程中 都可以先將黎智英收監 所以 現在這個上訴 進行了一個緊急處理 就會在星期二就開始處理 甚至事情急到 就算公眾假期 亦都可以開庭 我們先回顧一下這件事 大家都知道 肥佬黎 為了可以到處走 答應了很多條件 例如 1000萬保釋金 和30萬人士保證金 都可以濕濕 他答應了 每個星期 三天去警署報道 不可以離開香港 不可以接受任何訪問 不可以接觸外國官員 甚至 不可以上網 不可以隨便出post 不可以拍片 不可以直播 只可以上網看東西 只可以看youtube 最好只可以看新潮民 不過這句我加下去 答應了那麼多事 肥佬黎 又為了什麼 是不是就是為了 通街閒共眼單 他手上就揹著 兩件事 就是串謀欺詐 和這個 違反國安 勾結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 這些罪 現在可以走得出來 所有人都覺得 當然是第一時間 安排閃人 我們的警察 已經是佈下 天羅地網 日日監控著的行為 例如今天 24號 看到肥佬黎 把握著 他有限的時光 有限的機會 緊急 做什麼 就是跟家人吃飯 警方看到 昨日24號 就已經看到 下午開始 有很多車出出入入 例如3點的時候 一包一包的海鮮 就混入他家 之後 細緻到 連 有些枱枱枱枱 搬入他家 甚至連 唱勝司 那些 擺著 惡譜的三腳架 來搬入他家 都記錄在案 然後他的 奔客 就由5點至7點 陸陸續續地 去他那個 何文田的家 吃飯 這些奔客 都是親戚朋友 大家就 逗留了 三個小時後 就離去了 肥佬黎現在 招呼了一大奔親朋戚友 去他家吃大餐 其實會不會為了 一件事而鋪路呢 這件事 就是我們中國人俗稱的 吃飽上路 當然大家都不希望的就是 黎智英可以走路 這條路 我吃飽上路的意思就是 肥佬黎 是踏入監禁之路 還要分分鐘 坐到中路 如果 這件事是真的話呢 這餐他真的要吃飽一點 因為可能沒有機會 究竟這餐飯會不會成為了肥佬黎的最後晚餐呢 我相信 就要看律政司那邊 他對黎智英的保釋上訴成不成功 你都可以決定 我們先講講下一件事 最近就出現了很多令人憤慨的新聞 今天就終於 有一件令人振奮的事情 在我們聖誕節的凌晨 我就看到一篇報導這樣說 這篇報導說到 上年有一位勇武 就因為搞事 所以就被警察拘捕了 就在這個沙咀懲教所裡面坐牢 由於他也坐了一段時間 他在裡面終於洗心革面 為了自己 過去做錯過的事情 而後悔 我們新潮民 看到這篇報導的時候 真的覺得 這個真的是我們今天聖誕最好的佳音 這位20歲的阿樂 他說到自己去年 其實為什麼要出來搞事呢 其實年輕人 不外乎都是聽了一些不好的媒體報導 再加上網絡的世界充斥一些假新聞 再加上是蓬佩關係 影響了整個青年人的年齡階層 所以導致阿樂 就一股熱血 就參與了一些搞事的行為 走到上街道 堵塞道路 亂訂雜物 最終導致他 被警察拘捕了 他在裡面的日子也不好受 監禁了一段時間 經歷過很多的節日 才發現 原來他人生裡面很珍貴 和家人相處的時間 都是不能夠見面的 而他當初投入這些搞事事件的時候 也沒有想到那麼多的後果 我相信很多年輕人 就正如這個阿樂一樣 都是沒有想過那些後果的 出來搞事 現在這位阿樂還沒坐牢 但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亦都說到 自己希望出回來 可以重新投入學業 好好地增值自己 我們在這裡恭喜阿樂 終於可以想通了脫王 而你問我們新潮民 相不相信這位阿樂是真心改過呢 我覺得是應該給他機會的 因為從這篇報道裡面 亦都說到這位阿樂 他自己在獄中 亦都有很多的感受 他亦都說得出他自己 這個轉變的過程中 他所受的痛苦 他為何想得通 他回顧他以前做過的錯事 他去認錯 去道歉 例如他自己又說到 他以前出來搞事 美其鳴是為了爭取自由 但他現在自己想回 其實他失去的東西 比他爭取到的東西更加多 而以前所謂要爭取的東西 其實都是一些很空泛的東西 所以我希望 這位阿樂 坐牢後出來社會之後 他可以重新做人 可以將他自己的親身經歷 分享給更多年青人知道 讓他們不要走一條歪路 由於上年搞事事件 實在太多年青人被捕 又太多送到監獄受刑 接下來可能會有很多青少年 他們是一個更新人士的身份 出來社會 如果像阿樂 真心悔改 我希望我們的社會 可以給他有重新的機會 隨著這個大環境的變化 其實黃的走得就走 拉得的人拉 就沒有一些很擺明居買的黃人 有時候我們怎樣 去分辨一些真心脫黃的人 我們可以從他蛻變的過程中 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前兩天 有消息指到 中國和俄羅斯 舉行了一個聯合的空中巡邏 這個聯合的空中巡邏 途經的路線 非常貼近韓國和日本的領空 當然 就著這條巡航路線 一定符合國際規矩 即是不會進入真正的韓國和日本領空 因為這次的空中巡邏 所派出的 亦都是一些戰鬥機和轟炸機 本身這個空中巡邏 就在去年的2019年 亦都發生過一次 兩國的聯合空中巡邏 但是為什麼這次我們又要說這件事呢 原來 原本的聯合空中巡邏 本身就由解放軍做主導 即是解放軍會派出比較多的飛機 而俄羅斯只是作為一個參與的角色 派出一些比較少量的飛機去參與 但是有傳媒踢爆了 本身就說解放軍會派出四架轟炸機 而俄羅斯只會派出兩架轟炸機去參與 後到尾發現了 原來這次的聯合空中巡邏行動 俄羅斯並不是派出兩架轟炸機 而派出15架戰鬥機加轟炸機 數量的出入就非常之大 究竟是什麼促使到 俄羅斯 作出一個所謂的圈奔奪主行為 要派出一些 數量遠多於解放軍的軍機去參與這個行動 整件事其實就要多得美國佬 因為 在這一年裡大家都知道 美國佬 聯同他的狗 日本、韓國 甚至乎以往不積極的澳洲 都拉攏了他 來參與到圍堵中國 加上 在對方 西太平洋那邊 不斷搞事 如果大家熟悉俄羅斯的雜性 習性的話 都知道 他是一個 沉默的獵人 什麼叫沉默的獵人呢 就是這位沉默的獵人 他平時不聲不聲 一出手就拿你命 眼見美國連他的狗 在西太平洋那邊 真的越玩越串 俄羅斯就感覺到自己 就會成為 他們這些美國聯盟 被圍堵的對象之一 所以這次派出大量的軍機 連同解放軍 就去巡邏一下 他的狗 而這次被巡邏的對象 就是韓國和日本 雖則沒有進入到 他們的領空入面 但都令到日本仔和韓國仔 震過貓王 韓國那邊 簡直驚到 當中俄雙方的戰機 比較靠近韓國一邊的時候 韓國方面 立即接通無線電 就打算大家聊聊天 但得來的回應 只有我們中方的轟炸機 去覆覆他 他想和俄羅斯那邊的軍機聊天 俄羅斯一聲都不出 不理他 就嚇到他死了 後來飛機飛到日本 靠近領空 日本立即派出大量的戰鬥機 全程去監視 然後在空中監察期間 日本仔不停拍照 所以才拍到 原來 俄羅斯派出的軍機 並不是兩架 而是十五架 這些飛機型號 雖則不可以說是太新型 甚至乎是老舊 但是他這種巡航的姿態 就已經足以令到 日本和韓國的神經 拉得非常緊 不知道是否因為 沒有了 韓國和日本的大佬 美國在場 他們好像有些 不知道怎樣應對 而今次的聯合巡航 就比起去年2019年 所宣佈的口號 都有些改變 上年這個聯合巡航 就叫做東北亞的聯合巡航 而今年 就叫做亞太的聯合巡航 很明顯 範圍大了很多 順帶一提 由於俄羅斯的參與 令到本身很多話說的印度 竟然一粒聲都沒有出過 在這次的事件 以及整個畫面 令人想起 如果中國和俄羅斯 一旦全面合作 這個組合 會令到西方世界 感到非常震驚 造成中俄兩國之間 再次有這麼緊密的合作 就一定要多得美國 但反而最怕的並不是美國 而是他身邊的狗 就例如靠近俄羅斯和中國的 日本和韓國 如果一旦發生什麼事 起上來 這兩個國家一定首先遭殃 而且下場也會非常慘 再看遠一點的澳洲 在這次的事件上 其實都看到他很慌張 也沒有作出任何的表態 不知道澳洲人 會不會覺得自己玩大了 因為澳洲說 他自己的軍備 其實一點都不強 我就奉勸你們一句 如果你們西方陣營還有少少骨氣 不妨在下次 中國和俄羅斯 再搞一些類似活動的時候 就出來抗衡一下 派出你們所謂的精銳部隊 就在附近 都搞相同的動作 來展示一下你們所謂的決心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臨結束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訂閱 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大家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拜拜